64.聯合報 港股崩跌市上盤中最大跌點 2015年7月9日焦點A 兩週小先吾以晨台北報導大陸股市持續崩跌 上千加個股停牌 停止交易 造成流動性問題 引發外資大逃亡 昨天賣壓波及亞洲股市 全球市場風升鶴雷 特別是流動性好 規模大的亞洲股市 包括台股 港股 入股 韓股殺星隆隆 淪為外資提款機 這波六股停牌演變的流動性風險 嚴重波及亞股 加上近期國際金融市場不平靜 外資無法從六股套現 加深恐慌情緒 連忙撤出亞洲新興市場 昨天台灣 南韓 日本 香港股市全盤階密 根據央行資料顯示 昨天非美貨幣也多貶值 所行新台幣僅貶值0.2% 仍相對穩定 證券專家指出 全球股市近期受希臘債務問題干擾 投資人商繼續回 但六股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停牌 衍生出流動性問題 國際法人一方面無法賣股變現 二方面也被六股的停牌措施嚇到 只好改從流動性街的東亞股市賣股變現 證券專家說 由於市場預期美國即將進入升息循環 依照歷史經驗 升息前一、兩個月 國際資金原本就會慢慢撤出新興市場 六股停牌風暴 剛好成了外資加速抽離的理由 香港恆生指數昨天收盤暴跌5.84% 創下近七年來最大跌幅 僅次於大陸上證指數跌幅5.9% 收在23,516點 回吐今年所有漲幅 此外,恆生指數昨天盤中跌幅一度擴大至8.5% 恐慌式崩跌2138點 改寫港股市場盤中最大跌點 摩根那泰入息基金經理援洛杰指出 港股之所以成為昨天六股崩盤的最大苦主 主要由於四乘以上六股停牌 有資金需求的投資人第一時間 先賣出流動性街的大型股 及在香港掛牌的中企股 引發港股與國企股賣額罩頂 昨天日經225指數也重錯3.14% 摔落兩萬點大關之下 台股也關破9000點關卡 指數暴跌274點 收在8976點 創下2011年以來單日最大跌點 加權指數一舉回落至今年最低 這波由六股大起的恐慌殺盤 在亞洲市場中就屬大中華股市最慘 台港股市已全部被打回今年起漲點 僅日韓股環分別有於一乘以百分之五象復 上證指數則從今年一度值迫近六成的標象復到 被打落至僅剩百分之八點四二的象復 投資人信心被擊得粉碎 不少個股更是腰斬再腰斬 姓依看 岩尾長 金屬